这个自定函数其实有印象吧 反正我们之前的做法类似 第一个的话呢 我希望能够在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它可以让我选择成绩 然后呢自动帮我把结果放在这边 就不需要插入一个if 然后下一堆条件 那怎么做 第一个在这边visualback里面 刚刚已经有一个什么成绩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可以再加一个成绩函数 所以这边 插入程序里面 选择function 记得哦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成绩 那我干脆加一个两个字 叫成绩的函数好了 这样比较好辨识 函数 这个是我定义出来的 按个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加了一个成绩函数 而且前面是一个public public是共用的 如果你把这个改成那个叫private的 私有的话 你将来再插入函数 一样看不到 OK 特别注意 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加了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边应该就会出现一个自定义的函数了 叫成绩函数 不过现在应该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它没有任何的引数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逻辑有点是问答式的嘛 所以你需要跟使用者要什么东西 要一个平均成绩 所以你就把这个平均成绩 干脆复制起来 然后呢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一个 这个刮壶 这个刮壶就是跟使用者要东西 你给我个平均成绩 那你如果给我平均成绩之后呢 我给你什么 我给你那个结果 所以这里的话 当然你简单的方法是 把上面的这一个 成绩的这个复制一下 因为其实把它复制之后贴到这里 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下面这边好了 然后稍微修改一下 那改哪些呢 记得回圈的部分不用 因为我们是问答式的 那问哪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把这个按Shift加Tap 把它先倒车为 因为它原来好像太过去 如果你按Shift加Tap 就是Tap是这样过来 如果你要倒车的话 Shift加Tap 它就倒车了 OK 好 第二个是说呢 你的平均成绩呢 刚刚是由依然去取得的 然后往下